開始 各位媒體朋友 台灣人去年平均的薪資是45642塊錢 遠遠的低於韓國的6萬9千元 新加坡的9萬8千多元 所以這個年平均的收入倒退了13年 大專畢業的長期失業的比例高達42% 他平均要6.9個月才能找到工作 台灣的年輕人已經淪為學代房代還有校代 富三代的窘境 這是台灣政府的處日 老委會的王主委王儒璇已經下台了 欣啟明跟施元祥兩位財經首長 卻還是不動如山 不知羞愧 今天代表台人要為全民來請命 要求立即撤換欣啟明及施元祥兩位財經首長 來挽救台灣的經濟 來挽救台灣的經濟 否則 就要求我們台南立委明天 全力來編革行政院長陳聰的施政報告